Layu聊四季 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高棉人最上映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拉伯蒂祖 很久沒有看到高棉這個文明 高棉它的文明 它有這個異次元農田 而且它的大象也是蠻厲害的 雖然沒有像其它文明來說 高棉人大象算是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它的能力是移動速度加成 跟攻擊力加成 不像會有什麼抗招響 或是減少一些額外增上的效果 高棉人的打法 比較適合打這個重裝騎士 或是大落馬 作為一個主力 那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它爆騎士的數量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它有這個異次元農田的關係 肉量是非常多的 那它後期也可以考慮打奴炮 但是它沒有火炮的關係 還是很容易會被對方火炮給反制 那它的奴炮也是我個人認為 奴炮裡面的天花板 因為它的奴炮也是可以射出兩隻奴炮 當然這是要點下金冠技術才可以 那它的寶兵也是奴炮像 也可以用出這個雙重奴炮效果 那整體來看 高棉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奴兵 打這個騎士的部分 那奴兵的部分的話 那雖然有槍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會稍微弱了一點 那雖然沒有火炮 也有火槍 所以後期對方 硬家的槍隊長的話 也可以考慮轉火槍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硬家 那硬家人的話 它的最大特色 就是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 不管是出老鷹 投石手槍隊長 或是戰毛兵 都可以知道這個減免 那硬家人的後期打法 主要打這個弓兵跟步兵為主 畢竟他們有騎兵 那他的老頭呢 算是比較普通一點 沒有太特殊的能力 但是比這個 瑪雅好一點 如果以南美洲文明來比起來的話 因為硬家人 他是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遇到生頭戰術的話 還是能打 那硬家也是被很多高手 評比為是S級文明 在阿拉伯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吧 那目前看到硬家的黃金在右邊 石頭在上方 那果汁在下面 但是他的附金是非常慘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最右邊 最右邊這可能還好處理 應該說是兩個都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野金才對 那他兩個附金都在前面 是非常慘烈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張地圖 看起來金跟果汁都在後面還不錯 而且木屑也看起來蠻好圍的 稍微小圍一下就可以大圍了 但總體看起來我是覺得是不合格 大概只有三四十分的分數而已 主要是這兩塊附金 離得太外面了 而且要大圍的話 才會比較好防守 小圍的話 會很多漏洞出來 所以這個地圖看起來好圍 實際上是有點慘烈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高敏 高敏這邊是黃金在前方 石頭在後面 附金在後方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會很OK 兩個附金都在前方 如果黃金在前面就沒關係了 果汁也在前方 那他這邊只要注意的是 就是果汁只要守住 稍微這樣子圍出來一點點就OK了 那側面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用兵防守 不然就是要直接圍下來 不然就是要直接圍到底了 所以不管怎麼圍 這個高敏的圍法 右邊是最難防守第一道 可能直接插一個城堡 是最有效的防守方式 左邊的話就稍微圍一下就可以圍死了 到了城堡時代 還可以在這邊開一個城 城鎮中心 作為防守跟開弄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這張地圖至少60分合格 雖然果汁在前面 但附近位置還算不錯的 而且有三片墓區 那目前看到硬家人這邊 已經要來準備升到封建時代 兩邊是打一個18P跟19P的升級方式 高敏這邊是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個是很標準的升級之後 點一擊伐木的打法 那應該是不是會打 唉唷 直接打一個射箭場 然後下兵工場的做法 那弓兵卡又趕快生產 但是肉有點不太夠 可以點一擊射 一擊射要稍微等一下肉才可以 那肉現在只有五個人在挖 所以一擊射 暫時應該也點不下去了 那硬家這邊是直接上大石牆 那硬家他用石牆的時候 消耗也是比較少一點的 還有這個石料消耗減免 15%的效果 但其實並不會太有感 但這兩百石頭 確實讓他可以圍好全部的家裡 但如果待會要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還是要挖石頭 去開城市中心 然後插城堡 待會這邊可能還是會delete掉 然後去蓋TC這邊開農 那硬家這邊選擇是一個開農打法 高敏這邊看到對方直接上大石牆 那我認為他這邊可能一擊射也不會點了 弓免也不出了 直接稍微圍死一下 然後待會就直接大爆灑這些農田 就可以了 待會有觀眾會說 為什麼高敏一次的農田 還是灑在城堡中心旁邊 那最主要是因為是要防守的問題 因為你不能保證你的農田 灑在這種邊邊角的地方 你的村民還有機會可以逃到城堡中心裡 所以城堡中心裡灑在旁邊還是一個好習慣 比較不會有那種太誇張的失誤出現 那待會高敏就不用把農田往前灑 不用灑在魔法旁邊 直接往後灑就可以了 這裡補一個冰宮場 硬家這邊上城堡時代 現在只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好 點下城堡時代 那高敏這邊也快了 他這裡沒有4級 不能調節經濟 但沒有關係 好 馬上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城堡時代相差不遠 只差了20秒左右而已 好 硬家這邊已散到城堡時代 準備要來升級是步兵的鎧甲 那硬家打這個老鷹豹的部分 算是普普通通 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那不會太弱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城堡時代有這個食物消耗的解密 老鷹的弱量其實需求量是很少的 可以直接拉到20幾個人去挖金 然後直接4均勻 抱這個硬家的老鷹是可以考慮的 但通常是打3均勻是騙多 4均勻的話是有點太兇了 兇過頭了 不如就打一個3均勻 然後配老頭 工程器的打法 沒想到他的均勻是我們外蓋的 果然是3均勻配修道院跟工程器的一個戰術 那這邊黃金待會要再補更多 待會村民出來就是補黃金就可以了 全部補黃金 然後就可以產出更大量的老鷹 跟投石車跟老頭了 高敏看到這個情況 對方是直接打一個老鷹 直接轉了雙均勻 然後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然後要用長劍兵來防守 高敏升級是不需要其他額外建築物的 所以他是可以立即下射箭場的 他的工兵開久是更快一點的 剛剛沒有講到 稍微衝一下 所以這邊是補了兩個均勻 好 硬架這邊直接往前突進 後方是三層中心開龍 右邊繼續圍了防守 然後這邊通常是要等到 大概有十幾隻的長劍兵才會出去 OK 這邊開一個洞出去 開始進攻 OK 很快就會解掉老鷹了 老鷹是很害怕進戰單位的 長劍兵直接把老鷹全部解決掉 好 那硬架這邊補下了二之一伐木 但是遇到頭十手的話 長劍兵是很難打定的 這不是硬架在這個階段裡 有很厲害的地方 他通常轉老鷹的時候 遇到地方長劍兵 還可以用頭十手反制 頭十手這個單位也是硬架特有單位 打步兵額外增傷非常痛 雖然他的傷害基本上不怎麼樣 所以要打這個頭十手的話 通常用騎士 或者是用肉碼去打都可以的 所以高冥這時候可以選擇 是轉移對於大肉碼雖然 但是需要非常多的肉量 而且自己是3TC開拓在投經濟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扛得住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正面 扛下城鎮中心 開下自己的城堡去做防守 可能是會更適合一個選擇 好 那長劍兵的部分沒有辦法往前 所以是往後開始攻擊了硬架的家裡 但硬架這邊早就已經為死開拓了 後面拉了一些投石手回首 正面的部分繼續 補下了更多的老鷹 跟這個投石車 好 投石手打長劍兵真的太痛了 但還是有點打歪了 這投石手的這個攻擊特效 真的是很不明顯 好 終於打到了 好 長劍兵在裡面稍微扛一下 因為正面沒有過多的投石手 長劍兵可以稍微守住 城堡這時候快要挖出來移動了 可以考慮插在正面的位置 這邊稍微防守一下 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是很難守住了 那就要看高敏這邊 要不要轉一下投石車 稍微反擊回去了 好 這邊繼續往後走 好 勞兵直接衝進來 打投石車 直接戳掉了一台 這個投石車的位置 有點小小的尷尬 一直在前面的位置 剛在左邊的位置 所以過去也不太好防守 長了一發 互換可以嗎? 殘血 但是後面沒有村民可以幫忙 修理的樣子 好 結果複雜最後還是 高敏的投石車被換掉了 右邊這台投石車好像趕快解掉 不然城鎮中心會被打爆 好 正面補了一個城堡 正面有非常多的長劍兵走得出來 大約八隻左右 但是後面投石手的數量還是很多 瞬間就解掉非常多的長劍兵 長劍兵的數量只剩下少量三隻 這邊想要直接抓掉投石車 這看起來有點困難 後面直接修理起來 投石手繼續輸出 OK 硬家單TC開打 就是這麼的兇 但還好 硬家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剛剛木頭補太多 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要是他全部補黃金的話 這個老硬的數量會非常可觀 遇到城堡的時候 就只能往側邊開始打 這個時候硬家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開始轉農了 轉農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開始往這邊開城堂中心 或是直接往前蓋 通常地圖不好的時候才會打長軍事 這也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原地圖不好 你的附近在外面打長軍事 對方就不會出來 外面黃金就可以安全的挖了 高明現在是被迫變成防守事態 那這邊要趕快補一個城堡 才可以守住主經 但是對方已經攻破進來了 那現在要擋這些老硬 真的是不太好擋 哇 長劍兵怎麼在防守一個奇怪的位置 趕快拉長劍兵過去 好 那投石車 投石車趕快解決掉後面的投石手 才能打得贏 好 這邊有點挖了出去 好 換掉了嗎 再插一下 頭中間的 哎呀 居然都殘血跑掉了 老硬直接飛過來 想要直擊後方的投石車 但投石車直接被砸掉 常見民定義時間輸出 把這邊的老硬打到全部都殘血了 那看來高明這邊還是需要大量的投石車 才能反擊回去 OK 這邊又砸了一台投石車 剩最後一台了 黃劍的部分趕快出去往外挖 會更好 現在完全斷進的狀況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要賣石頭 好 這邊投石車往前走往回 這有點不太OK了 剛剛走到那個位置 基本上就直接A到底了 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樣直接被換掉也蠻虧的 好啦 投石頭在高地打得有夠痛 好 硬家這邊慢慢開出了3TC開農 給強軍事轉農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局方式 好 果然賣了一些石頭 真的受不了 但終於看到外面有附金 結果高明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附電位置 自己斷軍斷了太久 好 這邊轉出了奴炮像 家裡城鎮東西沒有常見兵防守 老硬就會很開心 目前高明的想法是想要把長劍兵守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後方這有點奇怪 老硬 要把頭石 長劍兵應該要放在這個位置會更好一點 好 頭石手 攻擊 長劍兵能夠收掉這個頭石車嗎 再一刀 好 哇 一個長劍兵換一隻頭石車很賺啊 老硬 草原被打吹了回去 目前來說呢 高明還是77吋 優勢開於67吋的硬家 當機師給的壓力還是非常的巨大 裡面蓋了一個工程器造所 有一台頭石車在裡面 好 轉出來是奴炮像 奴炮像的話 打老硬其實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一定要數量夠多了 才能展現出老硬的威力 好 長劍兵直接開打了起來 好 硬家這裡補下輪軸技術 兩邊經濟開始在轉好 但硬家在外面蓋太多房子了吧 這在打什麼特殊AI嗎 差了很多地樁 那硬家的房子喔 每個房子提供兩倍人口 所以現在硬家這邊是完全不用擔心 卡人口的問題啦 好 那高敏這邊直接奴炮像進攻 奴炮像對上硬家的效果 印象中並不是很好 因為對方老硬是可以有效壓制奴炮像的 那自己的話 可能還是要展出一些槍兵 或一些騎士 或是弱馬之類的 當然步兵也是OK 但高敏的步兵是稍微弱一點的 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也沒有劍兵勇士 用起來來說會比較建議直接轉肉馬 去抵抗對方的老硬喔 還有後面的投石手跟老頭 這一波衝鋒 奴炮像有攻擊到了這些老頭 後方的老硬也是努力抵抗當中 但是很努力在追投石車的關係 雖然投石車全部被打爆了 但是老硬也全部送掉了 這一根城堡要是被蓋起來的話 其實會有點傷喔 這邊用老頭招牆到了幾隻奴炮像 奴炮像也是反擊回去 這邊投石手開始被打了 城堡還是剩5% 終於把這根城堡蓋起來 但這時候硬加拉帝王時代 只剩下30秒了 這根城堡還是擊殺到一些村民 已經不虧了 村民數下降到了只剩下80幾村 這根城堡 這裡不用收吹了 回去攻注就好 對 那這個城堡裡有點太近了 好 趕快纏出巨頭 那這邊要按自爆兵嗎 趕快這裡是沒有打算按自爆兵 因為有打算要上帝王時代 先升帝王時代也比較重要 不升了嗎 怎麼又在纏 哇這個後面龍田好像被老硬 溜了進去一波 看來戰損比 趕快這邊也是損失慘重喔 好 這裡是普雷帝王時代 兩邊這一波打得有點 兩敗俱傷喔 那看到高敏這邊 現在點了品種 看來是有意想要轉一些肉馬出來 還有重裝騎士 那我是覺得打奴炮像這個單位的話 真的要打就是 數量要繼續出喔 然後還要轉出更多肉馬 可能轉重裝騎士不太適合 因為重裝騎士吃黃金吃得很嚴重 那盧炮像的話 本身也是吃金單位喔 所以不太適合 一次出兩種黃金單位 這邊直接大爆灑農田 一次元農田就是想灑哪 就灑哪 但是防守的部分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城堡要蓋在這些農田的位置 好 冰家這邊三級的步兵台甲也要升好了 這根城堡也順利的拔除 好 在正面蓋一些馬舟 結果被對方老鷹抓爆 好 向後方農田處又再次被騷擾當中 哇 高明這邊防守出現了非常多的漏洞 左右兩邊都被持續騷擾 好 趕快蓋右邊這個城堡 在這裡要趕快蓋 當然拉村民有點少喔 左邊城市中心卻蓋不起來 正面的農炮像 可以拆除正面的修道院 衝動車該拆除中間的這些建築物了 好 那冰家成功的使用自己的老鷹 讓自己的村民術 反超了高棉 高棉這邊村民術下降只剩到92村 冰家則是102村 村民差距為10村左右了 好 我們好像要回頭打一下 哇 結果用衝動車直接開底 哇 直接拆掉巨頭啊 這樣就不虧了 這兩台衝車 好 上方使用常見兵稍微 扛住了上方農田的問題 高棉這時候補下了三級射 左邊城市中心也是繼續補了下去 好 兩個城堡可以繼續產出奴炮像 或者是打這個巨頭 現在黃金有點少 這邊沒有再去補黃金 有點奇怪 經濟失調有點嚴重 太多村民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石頭要趕快也要挖起來 好 冰家看到對方轉出奴炮像 但是還是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可能是在提防高敏的騎士 或者是大洛馬 或者是大洛馬 好 印家也補下了一個印刷技術 待會來增加一下老公的招翔射程 結果高敏硬是打了雙手劍兵 哇靠 硬 把高敏打雙手劍兵 這個場面就很特別了 好 這邊直接用大象串燒一下 但是老硬已經升到精銳 打起來傷害很癢 數量很夠多 雖然串燒起來還是有傷害 但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炮像直接躲到了城堡裡面 再放了出來 到了後方 我們前方的巨型投資機 要放棄掉了 老硬直接衝鋒進去 這邊已經升為精銳英勇士了 好 硬加到這邊三攻 趕快點 好 後面二級防也點了 但沒有三防 沒有三防雙手劍兵能夠扛住嗎 在這樣繼續打步兵的話 還是會被投十手給反制回去 真的覺得 轉這個 雙手劍兵 是有點危險 但如果轉肉馬的話 跟騎士也會被對方的槍 這個擊兵給戳回去了 在這邊搭配組合 真的是一大難題 哇 結果奴炮像 一直被老頭給招強掉 三隻奴炮像直接叛變了 哇 硬加這邊攻勢打得非常漂亮 老頭配上槍兵老鷹 全部的正面部隊 連頭十手都不出 直接轉出老頭 去克制對方的奴炮像 哇 那這邊硬加所有的單位 基本上都能克制住了 好 硬加這時候也補下了金罐技術 之巫盾 三級攻 好 五個老頭 繼續在後方補血 好 成功收掉了這個 城鎮中心 三級攻這時候補下 待會就可以看到 硬加的完全體了 三攻三防槍隊長 沒差 只差米生金瑞而已 而且有之巫盾 現在有之巫盾的老鷹 防禦來到了遠防死 好 這時候高敏終於想到 他有火槍可以用 趕快出火槍啊 趕快出火槍會比較好 哇 這個奴炮像打老鷹 超級癢 每一打下都只有一滴血 好 這邊左邊有更多老鷹 攻擊到左邊挖金黃村民 沒想到高明這邊地圖還不錯 但是卻沒有辦法擋住硬加的大量爆兵 這就是硬加後期很厲害的地方喔 兵可以高速量產起來 而且單位也並不會非常弱 正面雙手劍兵直接開打起來 老鷹直接變成一排 但是直接被雙手劍兵給切菜了 但這邊雙手劍兵更多補了上來 結果後面有更多槍隊長 槍隊長這邊已經升好了 三攻三防的關係 攻擊力非常高 哇 這邊槍隊長一過來之後 戰局直接改變 後面的老頭也是做了一些事情 招牆掉了一些奴炮像 奴炮像直接損失殆盡 硬加這一波直接被一波打倒 雙手劍兵雖然扛住了第一波的老鷹衝鋒 但後續又補了更多的老鷹 高明這手突然打出了聚聚 哇 這一波看起來硬加是有點猛 這一波老鷹也完全不管你是雙手劍兵 衝了就對了 雖然這邊正面真的是打出了 這個雙手劍兵 但是後方槍隊長跟這個老頭 還是做到許多事情 最後不靠投資手 就打破了高明的正面部隊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高明拿下15個木材勝利 飼料上則是贏了一點點 黃金的部分是輸了非常多 他一直忘記中間這個黃金要挖 一直去挖附金 結果附金一直被騷擾 上面這個挖光了 但左邊這個地方一直被騷擾 沒有辦法正常挖久 導致高明的黃金兵種 久點稍微少了一些些 這也是硬加這邊多線打得很好的地方 人家他在正面攻打的時候 左邊也是偷懶幾隻老硬 進去殺了一波 讓高明這邊經濟 一直處於沒有那麼好的狀況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